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看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教父》第一集我个人的看法 《教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影片 1972年拍的第一集 他谈到的是黑手党的故事 可是在现今的社会环境当中 好人坏人老人年轻的男的女的都喜欢看 原因就是用了黑手党的背景的故事 却揭示出人性的一面 在我的眼睛里 老教父以家为本 一切都是要把家族保护住 但是他建立在一诺至千金的承诺信任家庭的基础上 他唯一的是采取了暴力的手段 而这暴力的手段 在很多普通人的心目当中 其实都有这种内在的心态 只不过很少有人敢落到现实生活中 所以正是揭示出个体者 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遇到的和处理的事情的方法 非常人性善恶的两面都存在 才会突破语言 突破种族 突破国界 突破时间 让人们喜欢看 只有站在人的基础上 去描绘这世间现实的生活 才能有这样的能力 陶哥坎电影 正是站在这样的分析的角度上 跟大家分享 在过去时间里 在中国 在海外 我们瞩目的影片 分享我个人有限的认识 感谢您的认识 那个地方 你还钱 麻烦 。